马文佳 二十一岁 天津人 河北工业大学应用统计学专业 各位老板好 仁丽老师好 大老师好 我叫马文佳 来自河北工业大学应用统计专业 大四在读 今天来非你莫属的平台 希望找一份市场类 营销类 运营相关 助理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 文佳 谢谢 天津人 对 紧张吗 不紧张 吃了吗您呢 我吃完了 没敢多吃 怕见到你以后我这个太紧张 我这说不说话来 那个咱妈咱妈知道你要来今天咱这节目吗 知道 她们就在后面 好 叔叔阿姨今天也来了 对对对 好好 有爸妈给你这个坐镜 我想你今天的表现一定会特别的出色 谢谢您 你这个在校期间都担任过哪些学校的校园内的职务啊 我是大一的时候然后参加过校广播站 然后后来是在编播部 然后再还有倾斜 然后倾斜的外联部也做过一段时间 然后我有实习就是在优衣库 优衣库女孩 优衣库行走的代言人 是这样子 在校广播站工作过 你看跟我这个本职工作有关联性 同行 那个你在学校广播站主持什么样的节目啊 我主持的挺多的 最开始的时候主持的就是情感类的节目 我们那边主要就是说一些 就是散文啊 或者是自己写的一些原创的这些东西 然后会从那些情感类 鸡汤类的公众号上面也会找一些文章 要不我给你找一段文章 咱俩对播一下 可以可以 不是 小马 你们这个00后现在还挺散文呢 就是 这挺出乎我意料的 对 我所说的散文可能就是 不是比较像偏文学化的那种散文 就是可能会比较偏情感方向一点的 我找了一篇文章啊 就第一段 能看得见啊 能看得到 谢谢 我举着 我举着就好了 好的 漫笔无根之花 作者颜善华 我曾养过一种花 它在叶子的边缘上 长出一圈火柴头一般的两片小叶子 这些小叶子如顽皮的孩子 在你不经意间 挣脱母亲的怀抱 跳到花盆里 只要它们与土壤接触 就会抓住这土壤不放 所以这花就叫落地生根 这时我想 至少这种花落地能生根 而有一种花却在空中飞舞着 落在地上并不能生根开花 这无根之花 就是雪花 哇 真的好有感觉 我作为这个广播主持人说一句啊 文家的这个实稿能力特别强 没错没错 刚才你看我随便在这个一个公号里找到一篇文章 他看得很时间很短 一个字都没错 我会觉得大老师 你那个进入状况的那个能力真的很强 就是你开始找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那个声音已经跟我们说话不一样了 然后在你说跟他说 你看咱们说这个好不好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开始用声音构建环境了 你就其实你把带得很好 小叶子 你应该知道 我对12位嘉宾每一个人说话的语气啊 其实内在当中蕴含的情感都不一样 你仔细听 我接下来跟潮汐怎么说话 你就能听得出来 我这里头蕴含的是什么 你细评啊 你慢慢评你细评 来来来来 可以有 现在我先不跟你说话 有文家我现在先顾不上你 我可注意到你在学校里 还经常去对外搞一些涉联的活动 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有就是我们外联部 会带领我的同学们 我的朋友们 我们大家一起去外面 就是去找一些商家拉外联 这种也是有个经历 对对对对 这个有点像市场营销吧 有点像 因为刚才你已经展示了你才艺的一部分 我们都很喜欢 现在其实大老师在引导你 能够在职场里面能够发挥的特点 对对 那你这样吧 今天在我们非你没首的舞台上 咱们模拟一下 好的 假设这十二位企业家就是十二个陌生的路人 你看看你能不能让他们募集 可以吗 那我就从杜总开始 对 百善孝为先 先从老年人开始 好的好的 那个您好 你好 那个爷爷是这样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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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句我跟你说 剩下十一个人都给你掏钱 你赢了 我一九九六年出生 你一九九九年出生 你叫我爷爷 这个募集案怎么募下去 你是一九九六还是一八九六 你好 那个我是河北工业大学的 亲缘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学生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扇行一百的这样一个活动 然后这个是传单 您可以看一下 我不要看传单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说 这个扇行活动的核心是什么 好的 我们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学校和中国邮政的一个活动 这个我们是让 企业行为吗 不是企业行为 好 它公益的那个价值观是什么 公益的价值观 这个就是为灾区儿童 献上那个温暖的大礼包 哪个灾区 这个 全国那么多灾区 全国那么多的儿童 这个如果您捐赠完了之后 我们这样是会有一个具体的地址给到您 可以捐价值观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在什么节日 在什么时间点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活动 每一年是一年四季就这么 我们居然还是有个特的节日 每年九到十月份都会有这样的活动 为什么九到十月份 时间点是什么 为什么是这一天 讲成功了我就捐 讲不成功我就不捐 慈善行为 我鼓励全国人民都要把 伸出一把援助之手 而且每个人练利而行 同时也不呼吁别人 以我捐了你没捐的这种道德板价来 约束别人和要求别人捐 你告诉我 我能如何让我自发地捐出这一笔钱 好 我先跟您就是说一下这个活动 您稍微等一下听我说一下给您 我就不想等你 我要你快快地说 然后 这个老头子你坏得很啊你 要多少钱 要一百块钱一个温暖礼包 如果您有更需要更想 捐了更多的礼包 那我们也很欢迎 然后如果您说 我本来打算 给你一千 现在你这个讲的我不满意 因为地点和那个灾区的环境塑造 和癌童的苦难塑造不够 我只能给你三百 也行 哇 这都能给三百很慷慨啊 行行行 对啊 现在就可以刷 来谢谢 谢谢一下这位老爷爷 谢谢您 首先啊 文家我告诉你 咱们恬你没有他这种人 一般你要再恬你 你要说我母卷大爷 我做一件膳身 然后我给磁 做磁膳 然后给栽去 哦 行行行 哎呀 闺女劲儿天儿多冷 你还出来做磁膳 怪不易的 来给你二十拿着啊 别别叫扯碰着 注意难权啊 你看我们天津老百姓都这样 你知道吗 但是我要给他提一个建议啊 你如果你是这一类的街头募捐 第一件事情要给证件 就是因为骗子还是很多的 所以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比方说你的学生证 或者你这次组织方的一个证件 是一定要给 我觉得他那个募捐是完全不及格的 就是其实你是没有说清楚 你到底是谁 你这件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因为其实你让人募捐 不是你要给他讲有证的事 你是要说就是 我有一件你愿不愿意帮的事 没有人愿意帮你清廉的 也没有人愿意管你是不是大学生的 但当大家看到 比如说妇孺在受苦 你看我们包 我们发过去的包是什么样 包里有什么东西 差不多一个包是一百块钱 里面含什么 如果您愿意给我一百 可以我送他一个包 如果您给不了我一百也没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凑到一百 送他一个包 你这样非常清晰地告诉他 具体是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才是最打动人 我觉得他的就是 这次整体的态度和状态 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么年轻 确实非常非常好 但其实你没有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信任问题 因为我觉得在所有的慈善里面 其实我们大家 希望我们不管说多少钱捐到 它一定会起到作用 但你信任背书没有做 但是不得不说 我想说的是 他刚才跟杜子健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我从他身上看到一个特质 就是他不慌 对 他没有被杜子健三番五次的刁难 所吓住 还是很震惊 吴大老师你不要带节奏嘛 然后杜老师那不算刁难 他那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募捐人的这个问题 但是你说他这个我特别 但是他的态度啊 对 杜子健老师只是那个 他的态度稍微的 他的态度稍微的 会有压迫感 有点气场 我是有压迫感的人 一般人看不住的 我也想给那个文家一个回应 因为其实整个全场 企业家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你身上拥有哪些 作为大学生进入职场 该有的职业素养和特质 沟通能力刚才展示的非常好 但是从你的心理素养上 我也给他一个加分项 第一个他做公益 就说明这个女孩子内心 他非常有亲和力 有宜人性 他愿意付出和担当 这是企业里面 一定需要这样的人才 第二点呢 他在现场 面对杜老师 杜老师本身就是一个 有一点压迫感的语气 但是你的那个情绪稳定性很高 落落大方的回应 这就说明你进入职场 面对有压迫的情境的时候 你能够淡定的处置 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还有第三个就是责任心 因为你对于负责的项目 你能有始有终 责任性也很重要 有这三点 你未来进了职场 好好去打造基本功 一定能到管理层 谢谢 那么在第一环节 最后即将结束的时候 还要再和你确认一下 你的意向求职地点 最好是天津 最好是天津 然后你的意向岗位是 意向岗位的话 我是希望是管培生这类 然后偏向市场运营这方面 然后助理类的工作也可以 意向薪金是多少 薪金我希望是四千吧 转正之后八千加 好了 那么我们第一环节 到这里请大家做出选择 好 那么第一环节之后呢 台上还剩下九盏灯 我觉得不错 形势大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我注意到好像在才艺这块 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展示 那接下来这样吧 我们来模拟一下 你现在不是也正在优衣库 做这个兼职的工作吗 对对对 模拟 我给你指派一个 好的 你模拟遇到了一个特别 刁钻的顾客 你怎么来应对他 那就我吧 我省事了 你看这就心有灵犀 小燕你看见了吗 你看我这对他的态度 你发现了吧 对呀 你拿着你后边那个抱枕 你拿着你后边那抱枕 假设那是你买的商品 潮汐我有个建议 那个你可以是 就这个抱枕你拿回去啊 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你想退 还有一个细节啊 就是要退 用了一个月 但标签还在 就是它其实是 有心机的 有心机的要退 这个更像潮汐了 标签还在 这个更像潮汐了 潮汐你这个 你还撤了一下 他有几项参数不合格 检测报告 你让他出示一下 用了一个月 还有污渍 还没拆标签 还拿去测 你这绝了我跟你说 我本来觉得 我自己心里够一暗的 没有想到 你们十几个人 比我还一暗 我们其实太了解你了 接下来就是在 优衣库商场里 这个场景 开始 你好先生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没什么 我就 就是觉得你们这商品不好 我帮您看一下 太刺了 太刺了 我要退 你要退掉是吗 您的小片带着了吗 带着小片 随手扔了 有标签 标签还在是吧 对啊对啊对啊 我就知道你们这有这个标签 只要 您是什么时候购买的呢 谁还记得住这种小事啊 像我这种有钱人 记不住这些东西 因为顾客是这样 我们跟您说一下 我们的退换货的规定是 就是这些有污渍的 这个商品是没办法 帮您退换的 因为会影响我们 二次售卖的顾客 实在不好意思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 退换这些东西吗 就是因为我在使用 一个月之后 发现你们有污渍 一个月 明白吗 您购买了一个月之后 发现有污渍是吧 对啊 就证明你们的产品质量不过关 但是幸好遇到我这样的一个 粗心大意的顾客 顾客是这样 这个您在购买的时候 像我们这种家居类的商品 应该是跟您 让您当场确认好 有没有质量问题的 就是如果您 现在过了一个月 拿再拿过来 这个我们没办法 帮您确认的顾客 不好意思 你的服务态度不好 你知道吗 你这个人说的每句话 都代表了你们公司的形象 如果说你们就这样 对顾客进行刁难的话 我认为你们的品牌有问题 那您这样 您跟我说 您的需求是什么 您是想把它退换掉吗 要么退货 要么我投诉你 这样 顾客我跟你说 您首先 您投诉我是完全可以的 我可以帮您交店长 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 您可以随时来向我们店反馈 但是顾先生 我跟您说呀 您的这个确实是购买了 时间太长了 这个实在是没办法帮您退换 不好意思顾客 没有把顾客当作上帝 现在上帝心里很不爽 怎么办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 顾客 我实在不好意思给您道歉 而且您回去这个 我觉得是能洗掉的 您要不回去洗一洗 除了我洗之外 还有什么补救措施 比如说再送给我一个 什么这样的垫子 我可以拿回去 但是我需要心理上总得有点 让我心里好受一点嘛 是吧 这样吧 我们前一阵有那个满检活动 就是嘛 588会赠送一个小包 我可以赠送给您 一个包您拿回去 送给您的太太 或者您的女儿 可以吗 可以吗 太棒了 太棒了 好的好的 那您稍等我帮您去拿 特别棒 这个朋友 来来来 我们给你们加一点掌声啊 真的真的 三个字非常棒 好 感谢潮西 来 我觉得刚才这一段表演 不但是小佳非常棒 我们也看到了潮西的 真实的一面 真实的一面 潮西是本色出演 我觉得刚才文家 让我感受特别好的 除了这个服务意识之外 还有是说 他在整个的沟通当中 那种不卑不亢 其实他守住了 作为服务的底线 对 所以我觉得这点 特别值得赞赏 好 来 两位人力作员专家 点名一下 小佳是吧 就是在现场 最后那个亮点是在于 当他说我要投诉你的时候 你说 我接纳您的投诉 如果是我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去找我的店长 就是你的边界感 守得特别好 这个是在职场里边 我再次对你的抗压能力 持续点赞 因为我们也是面了 很多大学生 但是在这方面 你确实做得很棒 文家 就是今天看你 我觉得中和素质非常不错 就是你将来想做什么 有没有一个职业发展方向了 因为管培是蛮大的一个面 就是说实话 因为我现在正在读大四 我就是对自己的职业 就是包括职业规划 包括自己做什么 就没有一个很清晰的 那你最自信的是哪几个方面呢 就是你最自信的是哪些 我觉得第一是我的沟通表达能力 然后第二是我的执行力 然后是这些 好 我们第二轮到这里 来 大家做出你们的选择 第二轮没有灭灯 继续有九位企业家为你留灯 你为什么知道的 那么 对